大家平安 今天心眼光的读经进度 是在代理书第十章的第一节 到十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先一起祷告 就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一起安静在你面前 来聆听阅读你的话语 祝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 再次来思想 祝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向你身上祈求祷告 奉着耶稣名求阿们 好 在第十章的中间 可以有这样子分段 大概前面一到三节是隐言 就是代理理 因为看见遗想 悲伤了三个七日 再来四到九节 就是代理 因为他单独看见那遗想 他浑身无力 到最后他沉睡 然后十到十七节 就是固然有天使奉差遣 来向代理解释 为什么拖延了二十一天 然后十八到二十一节提到 代理知道波斯和希腊 有两个魔君 魔君是和尔本当中的翻译用词 我们来看第十章的一到三节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 有事先给称为伯提扎萨的代理 这事是真的 是指着大征战 代理通达这事 明白这意象 当那时我代理悲伤了三个七日 美味我没有吃 酒肉没有入我的口 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 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好在这边让我们看到 又给我们一个年代 古列的第三年 好然后这个称为伯提扎萨代理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其实在代理书一章七节有提到 这个伯提扎萨是巴比伦王 他那时候那个叫做尼布奖尼萨德 他的太监长给代理起的名字 然后有一次这边提到说 这事是真的 是指着大征战 好 然后但以理 他通达这事 明白这意象 神给他一个意象 让他能够看见 而且这个是历史上 将会发生的大征战 有关系 但是但以理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意念 我们想啊 这是神给我意象 但是我们可能要花时间去查验 这真的是神给我的意象 还是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呢 那但是当代理知道了 明白了这个意象之后 他悲伤了三个七日 就是当代理清楚了解 知道明白这个意象之后 他悲伤 代理他发现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他就刻苦及心 静止打告了21天 想想看为什么但以理会这样做 他知道意象内容是跟自己有关吗 其实不是 是跟所有百姓有关 跟他的同胞有关 他有这样的心 知道即将会遇到的事情 所以他就如此的悲伤 他就祷告 今时祷告 我们有没有张开眼睛 看到我们旁边人 可能也在痛苦当中 也在灾难的里面 但是我们有这样关心他们吗 还是那是他这样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活出我好 像很美好的基督的样子就好 但是别人的事 就是别人家的事 当代理明白了解 他百姓要遇到灾难的时候 他是如此的沉痛 而且他怎么做 美味没有吃 酒肉没有入口 这个很好懂 就是他没有在大鱼大肉的享受 但是没有用油抹我的身 特别是因为中东地区比较干燥 所以如果能够抹油 会让身体比较舒服 但是当代理理在很沉痛 很悲伤 静止祷告中间 他就把那一些 可能让他的身体 各都要享受不管是饮食 或者是比较舒服抹油之后的感受 都放在旁边 他就专心的来祷告 当然关于静止祷告 是因为耶稣也有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但是都是提醒我们 其实静止祷告不要中那个形式 说我一定要什么时间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好的 更有价值的是我们心里 愿意到神面前 愿意献出这样的祷告的气 在代理理的身上我们看见其实他有很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有很多可以许习的功课 特别以求神给我们敏锐的心意 能够让我们的眼泪为人来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 让我们也学习但一里有这样敏锐的心 主若你歧视你 要让我们明白的印象之后 让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 我们愿意做一些改变 愿意委身更多的祷告到你面前 主圣灵愿你亲自来引导明天的生活 向你心上祈求祷告奉觉宿命求 阿们